台灣在這裡 北邊是一個高壓 也就是太平洋高壓所在的範圍 南邊是一個大地壓帶 其中有兩個比較大的雲團 一個是四十三颱風的一個雲團 那另外一個則是今天下午 新形成的一個Z18號颱風 原規的一個雲團 那未來的話 四十三颱風將逐漸的偏北 然後朝著中南半島行進 對台灣地區沒有影響 主要影響台灣地區的天氣 即使的話是新形成的一個熱帶新增壓 增產一個颱風的位置的一個情況 那未來來講 這還是會逐漸的整合增強 然後會朝巴士海峽這邊行進 我們預計從禮拜天的下午開始的話 台灣地區因為颱風靠近的關係 東北風就會開始增強 而到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這段時間的話 受到颱風外渦的影響 北部東半部的降雨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那整個路徑上來講的話 這是早上8點的潛視預報圖 因為現在還在作業關係 所以等一下還會有更新的一個情況 不過大致上情形不會相差太多 目前的話整個颱風在整合當中 會稍微的比較偏東方向行進 進而轉而偏北 那從禮拜天開始的話 受到太平洋高壓導引的關係 就會比較偏西方向行進 那當然從整個路徑潛視預報圖來看的話 分佈的範圍還是相當的廣 從台灣的附近到宇宋島北邊都有可能 不過還是以通過巴斯海峽的機率為最高 那氣象局會密切注意整個颱風 後續的動態 並提供最新的一個訊息 那就整個天氣上來講 敏要張開啟動的 提供 敏要作詞 有料理 破派 爆火 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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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要